大众肃腾除了比艾伟哲八更出名 其他还真就不如齐瑞的艾伟哲八 如今跟风随大陆的才选大众肃腾 只有这种懂车的人才会选择 齐瑞艾伟哲八 论车身安全 艾伟哲八刚才使用强度绝对好于肃腾 论底牌艾伟哲八是前迈复性 后面是四点杆独立群架 但是底牌调教上 大众肃腾调教的功力绝对是一流的 发动机艾伟哲八是个热虎八系列 自己是同款发动机 质保百分公里加92号汽油就可以 而大众肃腾的121发动机需要加90号7号 并且齐瑞的发动机技术非常牛 皮斯耐用动力竹1.6T艾伟哲八匹配 格特拉克俄国的7档4次双离合 而肃腾匹配的是7档的干4次双离合 但是实施的艾伟哲八双离合更好了 里面有润滑油帮它散热 不容易高温并且封闭性好 而肃腾的干4双离合半封闭式 不能涉水 由于靠车子跑自然风 健稳 城市拥有路面没有风 所以就容易高温 然后就顿戳 并且供领处大了 里面的机电单元容易烧 几乎成了大众干4双离合的一个通病了 所以说这两款车的跟风水达六的才选大众树腾 而真正懂车的才选艾伟哲八 如以前你在这个价位里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 而现如今我们的国转车 无论是指标上安全讯上 还是说行政质感方面都要 看病碾压高半级的核质车 有人说两款车同样开个五年六年以后再给我对比 我就告诉你 其实艾伟哲八再开个十年也没有任何问题 各方面也是部署给大众树腾的 树腾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的底牌成效更扎实一些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